反對人工賭田海 守護香港 守護下一代 反對人工賭田海 守護香港 守護下一代 反對人工賭田海 守護香港 守護下一代 各位 我們堅決反對人工賭田海 隨時花超過一萬億的 這個政府自以為很好漢的大計 我們今天聯同民間團體 我們是民主派會議 我們有守護大學聯盟的發言人 謝世傑 Eddie 各位記者朋友 各位香港市民 我們今天聯同民主派的議員 還有這麼多個民間的團體 我們在這裏是立法會面前 在這個政府總部的面前 要向林鄭月娥清清楚楚表示 市民是反對 人工賭 人工賭 東大魚人工賭田海 我們是堅決反對 堅決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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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自己都解釋不到 為何在這個時候提出一個 大規模的人工賭田海的計劃 當他提出了之後 市民那種反應是清清楚楚 因為他好盡我們的儲備 他們是禍言幾代 破壞環境 這個絕對不是我們香港人需要的 所以我們這段時間 其實是在民間裏面 不斷地收集我們的民意 我們希望林鄭月娥 她在選舉的時候 曾經說過 如果她的施政 是和市民的意見 是不符的話 她會痛定是痛 但是我們看不到她 有這個反應 我們看到泛民的議員 在早幾天公佈了一個民調 有接近五成的市民 是反對這個人工賭 但是這個林鄭月娥出來 就說她看到一些贊成的意見 反而是質疑這個 這麼科學性 這麼客觀性的民意調查 她竟然提出質疑 這個是不是輸桌贏要 是 是 林鄭月娥私底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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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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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底人要可恥 可恥 私底人要可恥 可恥 所以我們在這裏 是呼籲 大家我們繼續 不要逼她這個 撥冷水的行動 認為我們 在這個這麼強權的政治底下 已經是無力反抗 我們 會 繼續 在這裏 呼籲大家 我們希望能夠 繼續 聚集 十萬個之名 建立一個 叫做 整個機制 這個 林鄭月娥 就要必須 和民間去對話 撤回這個方案 她絕不能夠再找 那些心 再找幾十個 甚至幾百個的經濟學者 或者什麼學者 作成為一個國際的學術笑話 你要幫她抬招 她不能夠再逼 這個土工組 去國家 趕工 去做一個 為她抬招的 一個 報告 所以 我想現在 所有的報告 政府的報告 根本是 它的公信力 已經是狀言無存 唯有 就是民間 十萬個簽名 實實在在 清清楚楚 告訴林鄭月娥 我們是 反對人工島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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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日香港 明日香港 我們說是 明日香港 我們說是 我們說是 好 各位 李卓人 好 反對東大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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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護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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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護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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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鄭月娥 不是我來的 林鄭月娥 她自己說 是 要聽文語 但她有沒有聽到民意 有 大家清楚民意 告訴她 根本民意 是反對 這個東大漁家 但她有沒有聽到 大家聽不到她 是 要一意孤行 很明顯 她只聽一個人說 她又是誰呢 就是董月娥 就是 團結香港基金 團結香港基金 來用 是一個2,200公頃 的人東島計劃 現在 去執行 董建華 當然 董建華 背後是誰呢 當然是習近平 所以 整件事本身 林鄭月娥 是執行的一個政治任務 再看清楚 人民日報 在那賺這個東大漁計劃 證明 根本 林鄭月娥 正在那裏執行 是習近平的指示 要她 是搞這個東大漁 這裏要搞呢 因為 台沙 就是要在大陸購買 輸送利益的 是給中資 各企大財團 是用這個方法 將我們香港 一個人身身苦苦累積的 儲備 輸送給財團 輸送給北京 這個是整個東大漁計劃的目的 不是真的為了 做地 因為做地有很多方法 所以這次 林鄭月娥 她一定是想一意孤行 但是我們香港人 是不肯定她 我們香港人 是一定反對 所以我要呼籲 全香港市民 我們要有十萬個簽名 我們要更多民意 去反對一東大漁計劃 如果我們有更多民意的話 我們香港人一定可以贏她 我給林鄭月娥 一請 反對東大漁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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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護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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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護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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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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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話事 我們話事 各位 萬必 陳志全議權 各位 現在立法會上面 是進行一個決議案的辯論 所以我都要趕上去發言 就是政府希望通過綠色債券 去和民間借債 獲千億 這個呢 其中一個可能性 就是會將這個錢 用在明日戴嶼計劃裏面 因為大家看不看到施政報告裏面 它說這個人工島裏面 將會有一些綠色概念 叫做無煙島 那你說它是無煙島 你就是綠色項目來的 就可以用這個綠色債券 借貸回來的錢去發展 這個是很荒謬的 我們去發債用綠色債券的名義 去填海 去做填海工程 那些地上的其他工程 其實所有東西都可以說是減排工程來的 你起鐵路 起高鐵 都可以說是環保工程來的 是吧 因為它可以接載多些人 少些碳牌 但是呢 現在這個特特政府衰到 是連在那個決議案裏面 連綠色都不敢寫下去 都不肯寫下去 到時呢 就說 定義隨著世界就會改變的 哇 那這個明明就是在騙大家 那所以呢 我們剛才的Jerney議員 已經提出了一個終點代續 當然我們民主派 是少數派呢 是未能通過 但是我都希望呢 所有民主派議員 但是盡量呢 是發言 趁這個機會 在議會裏面 都解釋多些給市民知道 政府真是無所不用其極 真是卑鄙無恥 那又不是沒有錢 現在 但是呢 就說要發債 就是綠色債 搞旺那個綠色市場 又不是真是為環保 不是為永續發展 不是為我們的下一代 是為令到我們的下一代呢 是更多的債務 未來更多人要埋單 所以希望大家繼續堅決反對 大嶼山的仁宮島 多謝 好 我們也有守護大嶼聯盟的 民間組織的可爺 大家好 今天呢 很多謝有這麼多議員 和美長之親 出來幫我們做這個行動 在我們的民間組織裏面呢 雖然我們都跟所有人一樣 我們是很關心這個負防的付出 在對於我們港島西的居民來說 其實我們更加在意的就是 它整個計劃的不透明成 因為呢 我們看2030plus 看到其實他們的地圖 這個在佳儀洲和港島的 接放中間的隧道位 其實就是在我們西隱門的把頭 和在堅尼地城的一個公園附近 那其實呢 這兩個位置都是非常接近我們的民居 就是說呢 其實是十幾條馬路之後 就是在最前面的那一段時間的民居 十幾條馬路之後 就已經是那個的碼頭 那他們其實那個隧道口 正正就是那個碼頭那裏 那最近的居民呢 是不止十幾萬的 因為我們是那些很舊式的 連體式的堂樓 那關於一個那麽大的計劃 和會影響到那麽多居民的計劃呢 政府方面呢 是一些資料都沒有透出來 那我們自己講到西隱門的團體 那麥家團體也都有發散人去運資料 或者去上立法會 或者直接去聯絡一些有關的議員 那他們也是給不到一些確實的資料給我們 去計劃我們之後那兩年的生活 其實我們講的是生活這一點 而不是很高理想或者是什麼 我們就是想知道 那麽身為一個市民 可以在一個那麽大的改變之下 怎樣可以安身立命 那些東西是我們民間平衡的人 是最重視的 所以希望這一系列的行動呢 可以引起政府的注意 多些人去掛心 給多些壓力政府 可以至少在這一方面 安撫到一些受影響的居民 還有我們都要計劃一些被推計劃 去支援被影響的人 所以希望我們可以做到這一點 今天多謝各位 各位公民黨譚文豪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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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東大嶼說到底 其實林鄭月娥自己已經說了 在這個港珠澳大橋開幕的時候 在習主席面前領工 就是說 一個的東大嶼計劃 就是大灣區裏面的一個重要基建 先說到出口了 這個島 為誰而建 為誰而起 已經是明白不過 在2030家這個計劃書裏面 其實大家見到 香港的入口是上到去822萬 其實額外百多萬的人 在我們現在的土地 是否是容納不到呢 再加上 無論是收回一些的棕地 再加上這個高爾夫扣場 還有公民黨譚詳調的 關於這個丁屋丁地這個問題 其實已經是有足夠的空間來容納 未來香港人口的增長 不要忘記上去820萬之後 其實是會下跌的 現在我們用的是香港的儲備 香港的儲備 萬多億 而這個營空島 最後所花費的 可能都是萬多億 而我們換到的是什麼呢 換到的就是融入大灣區 這個島 也都成為大灣區島 而並非為我們現在住的香港人 花盡我們的儲蓄 花盡幾代人的儲蓄 是否值得呢 所以我覺得政府 既然你這麼坦白 這個人工島是為了大灣區 現在就很明確告訴你 我們是堅決反對人工島 堅決反對人工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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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會或者政黨都跟政黨說 你支持我的人工度,我給你一些東西 你支持我的人工度,我給你一些教育、醫療等等 你支持這個計劃的 但我們統治市議員一直都關注我們香港 是不是真的有一個叫民主的規劃 我們是不是香港人有權決定自己城市的未來 我們想說回我們的城市公安委員會 現在依然是由特首委員,有一些委員 作為它的機器去決定我們的城市命令 我們想想我們當年的新界東北發展 有4萬人聯署反對,重大的民意 但依然政府默示他們獨斷議閒 我們可以想像到,就算政府現在起到那個人工度 他講的甚麼基層啊,其他東西 我們相信一一不會發生 只會繼續維持地產商的利益 另外第二點,我們也不需要再疲望黃宇輝的報告 因為黃宇輝的報告 無論他是不是遲出、組出、特首 和現在未來等等都好 他一直黃宇輝的報告都沒有交代 他怎樣評價這個民意 七成的民意為止支持啊 六成的民意就不做啊 沒有講過 最後報告任他軟易 所以我們不需要期待,土工組報告是否10月要出路 或者他現在是否加緊又放風 在報章裏面繼續放風去講他做成怎樣 他一人不講這個原則 我們第二日只會將這個原則給土工組 都是由特首委員的委員成為了一個這樣的把柄 令他們好像對民間更加有公信 所以我們反對這個東大宇輝人工組計劃 除了我反對這個即是燒萬億公託 和不需要其他土地發生之外 我們更希望是拿回我們香港人 可以規劃自己未來的權力 麻煩 民主黨尹兆堅 林鄭可恥 戰士民意 輸打贏要 反對明日大禦 不要賭錢落海 好像剛才幾位所講 這次林鄭月娥真的忌窮 我相信她都有一些生命的 為甚麼呢 想想上場的時候講一些口說話 哄下大家 想騙下大家 到了想看了 當時又說絕對要尊重民意 她不會方面不跟民意做的 她亦都因為土地的問題 搞了個什麼 土工組 搞土地派變論 現在發覺不太多 即時違反完所有程序公義 硬彌馬當然我們在座很多同事 議會我不斷問公義 攻堂場怎樣 定期問題怎樣?中地怎樣? 發展商手上的1000公頃隆地 怎樣不用收回土地條例處理 新發展區 他們全部就說 在言論中 我不方便發言 不過你留意 明日大雨 當時廣東大人工島 以至現在是明日大雨 又或者另一個 PPP 現在名字都改了 不叫做公善合作 土地共享 用了大家經常講的字眼 誒大哥 哪裏過你又不會 先等著 未有任何報告公場的朋友都說 報告你都不用怎樣指望 但延續場大戲 他當然懶得免 只是黨老告訴我們 他的程序就是這麼硬 他還要覺得不夠 最近有幾個民意 包括民主派會議 以至這個更重要 有一個大家都知道 親建制的民意調查機構 都是說多數人反對 竟然呢 他都是說 民意這樣呢 都是不重要的 又派了陳國堅 就是特審辦主任 出來說 民意都是參考的 我們不民粹的 大哥 民意在你那邊 多數的時候呢 就是對的 跟你不同 那些是民粹 又找湯大狀出來 又說話 就是不用聽民意 用天複盒的水都抽 那我覺得呢 他是錯了一件事 天複盒呢 是做正義的事 公義的事 就是無論聽不聽民意都好 那肯定政府是錯的 那我最後一個點呢 就是我覺得今次 程序上固然很錯 另一個 他戰士民意 那種態度已經很赤裸 我們對這個政府 都不用點期望的了 昨天呢 我們在議會呢 都是有同事問到明日大禹 我們都有追問 其實政府的數據 和他說的話 其實已經自答了了 他都莫名其妙地 他還有七百多公頃的 可發展的棕地 可以潛有潛力發展的地方 那我昨天問他 喂 那不就適合了 你不再想一下 用新發展區的模式去發展 同時呢 亦都可以 多一些新的時間 那就解決了問題的 已經不需要 搞什麼這麼爭議的明日大禹了 但是政府的答案 就是說 他們沒有這樣的計劃 那我相信呢 不需要怎麼多說的了 他背後的動機 剛才幾位都說了 對中國來講 對吸納資金也好 對種種都好 總之今次背後 一定有一個呢 不是免牌 所說的不可告人的秘密 那我希望大家 提高最高警告 我們一定會全力 反對明日大禹計劃 反對明日大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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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賭錢落海 不要賭錢落海 林鄭可恤 林鄭可恤 書打融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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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基督徒守護大地聯盟 Claren 大家好 我是基督徒護守大地聯盟的代表 林鄭可恤 在我們的信仰裏面 我們創世紀裏面 有講過人是 相對創造人 是作為大地的管家 但是我們人類在發展的過程裏面 一直都只是 以人類為中心 以我們的利益為中心 我們從來沒有考慮過 大自然大地他們的感受 在填海計劃裏面 填海一個不可逆轉 對生態造成的一個很大的破壞 我們要好好考慮清楚 我們是不是有需要去做一個這麼大規模的填海 我們在發展之餘 我們是不是只是考慮我們人類自己的利益 而不需要顧及大自然的破壞 在近來有一個新聞 在上海有兩父子租了一塊土地 十六年裏面 他們沒有對這塊二百公頃的土地 作出任何過度的干預 在今天我們看到這塊土地裏面 整個身體環境是很漂亮很美麗 這裡不單止告訴我們大自然的力量是多麼厲害 更加告訴我們人類的破壞力是多麼厲害 所以我在這裡呼籲各位基督信 基督教徒 甚至乎香港的市民 我們都要好好考慮 要去反對這個東大如這麼大型的填海計劃 我們的聯盟是堅決反對東大如填海 反對東大如填海 反對東大如填海 護手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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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東大如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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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跟大家講一講 為甚麼零零射射 今天我們會有這個抗議行動 就有一個巧合在這裡 都不是巧合的 大家是自己給此理解來的 就是我們現在有議員走來走去 想想想落落就說趕著投票 什麼 我們是說這個所謂綠色債券 政府代香港人出去借錢 這件事就是以綠色為名 就是環保保育等等 我們收到守護大魚聯盟的一封公開信 就非常擔心 政府是想藉此 在任何東大如的工程上面 是不是真的加一塊太陽能源的板 那些太陽能板 就說這個很綠色 因為大家都有記憶 蔡政司司長就在說 東大如我們可以考慮舉債發債 然後我們環境局局長就說 我們零排放的非常環保等等 這兩樣走在一起 我們大家是非常害怕 真的很擔心這個政府 是以綠色為名作惡的 我們跟著有工黨張超雄 好 我們剛剛就是在辯論這個綠色債券 其實都幾多人害怕 因為這個 這樣的一千億綠色債券 是借完可以再借的 一千億呢 就是可以循環 這個意思就是說 沒有一個外縣的上限 譬如說借了一千億 於是政府就用大家的錢還了五百 那它又可以再借到五百的 那所以那個 如果開了這個credit line 就大制 那我們相信這件事跟東大如 和很多的大型 來近的大型基建 都會有密切的關係 我們都擔心到 其實來近的那個 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已經出現赤字 根據政府自己的預算 未來六年呢 這個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即是說愛里 負擔一些大型基建項目的這個錢袋 都已經不夠了 那所以呢 政府就要借 而借的名義呢 就用綠色 那但是你都聽到啦 機管局都說 它那個三跑呢 都是發行這些綠色債券 即是如果大家想像到 二山填海填出一個第三跑出來 都叫做綠色工程的話 那如果你認同這個是綠色工程的話呢 那這個就是我們現在準備 即是究竟今天 批不批這個綠色債券 的一種的影響了 那我希望大家呢 真是認真看回 這個今次的綠色債券 是會害人不淺 和它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 反對這個綠色債券 和更加是反對明日大禮的 我答應了 Mr.Mo呢就是長話短說 長話短說的意思就是 林鄭月娥說呢 就變為呢 俄稱 俄稱呢 49%的反對呢 其實是少數 俄稱呢 它是尊重民意 俄稱呢 綠色債券呢 是為綠色的工程 俄稱呢 這個填海呢 是為了弱勢社群 為了長者 為了我們的 我們的殘疾人士 俄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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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稱都太多了 我們要的是真話 我們今天站在這裏講的就是真話 請大家和我們一齊說 反對明日大禮 反對明日大禮 反對威權管制 反對河清政府 反對俄清政府 謝謝 劉樂謙 各位朋友大家好 昨天在立法會裏面 我亦都是這樣問這個名格大嶼的問題 究竟名格大嶼是否一個徹頭徹尾的中環中心主義 什麼意思呢 其中一個賣點就是跟大家說 有過百萬的人口將會在人工島上升 然後就駁下去港島 然後就說可以便利到市民去中環上班 但是大家都知道 我們城市規劃 很多人都已經是說 為什麼不想想在九龍新界那些地方 去分散過海的每一天的交通 還有市民上班的特地的壓力 但是現在這個人工島完全是反其道而行 來到繼續把很多的人口 上班的人口繼續扔下來港島 繼續扔下去中環 這個完全是逆其道而行 所以反對明日大嶼 亦都是等於我們要一個公正的規劃 我們要一個移居的規劃 這個是我們民主派的立場 好 我是新聞主林盟 范國威 邵家中講得好 和清 不單止是和清 整個政府是無編 無編 亦都是要死我撐范國 當我們的發展局局長 講得不清不楚都只是集中講 我們講的是交易洲 一千公頂的填海用一千五百億 但是未記其他所有的交通基建 未記其他的配套 我們是光明正大 很清楚和我們公共政策的辯論 反對東大嶼填海人工島 我們要政府現在連加盤送出來 有足夠的理據堅實的數字 交代為何香港要有一千七百公頃的填海人工島 都講得不清楚 建制派保皇黨要做的 就在立法會裏面 講大話 鵝清 鵝騙 所以 我們作為民主派的議員 就是要 講真話 要辯是非 告訴市民 他們怎樣鵝騙我們 我們要踢爆他們 因為 這個填海人工島 在城市規劃上面 在公筒運用上面 在環境保育上面 都是不似的 所以今天 我們再一次站出來 反對一個填海人工島 反對一個填海人工島 反對和編政府 反對填海人工島 反對填海人工島 好 我們最後有 維修香港的Edit 我們維修香港 是落區 無論在紅磡 黃布 或者土光環 都招收了不少民意 市民都不明白 為什麼一定要強行起這個人工島 甚至不知道這個人工島 所謂的說法 說可以有110萬人口 記住到底所指的人口 是什麼人口 我們市民自己的民意 都是代表不認同 在不清楚的情況下 強行要去推人工島 也都覺得有其他更好的方案 去令到我們有更多的土地資源 市民都有這種聲音和民意 希望這個俄特政府 要聽民意 落區了解我們市民的想法 我們會努力在紅磡 土光環一帶 篩集大家的簽名 向這個俄特政府 要它聽我們市民的聲音 我們維修香港 多謝 我請客人多說幾句 然後請客謝世傑 跟我們做個總結 好嗎 其實剛才說你這個 真是和清的政府 其實你一個很何恥的位置 我很記得 黃偉龍 說 為何要搞一個人工島呢 他說要搞軟舍 是嗎 大家記得 真的很離譜 因為我們問過另一件事 土地諮詢小組 曾經問過羅志光 喂 你有沒有業地要留給你啊 羅志光是沒有給任何意見 或者規劃的建議 給個土地小組的 所以 所以 他們最悲惡的那件事 最大壞的那件事 就整天都找些窮人過橋 去應有錢人 說 喂 我要搞軟舍 說我要幫劏房 但是老實說 大家知道 根本最後整件事 大家想想 如果到時 整個人工島用一萬億的話 那些樓價跪到哪個位啊 那三十八個機器學者 有沒有想的啊 根本 你現在製造 那地的價錢 還有起樓價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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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是 超資和大百丈都無論的話 怎麽可能 到時 經常說 好像很想幫一個人 是有居住的地方 那麽貴 不一樣是住不到 還有到時 說有一百萬人去住 喂 那我又說 要搞一千二百公頃地 已經搞定八百二十二萬人了 那你搞一百一千二百公頃 搞定八百二十二萬人 那一百萬人從哪裏來啊 林鄭月海生成這樣 不是生出來的 不是生出來的 當然是 所以大家都知道 整個謊言政府 現在恐怖的地方 我們就要用真相對抗謊言 大家香港市民 是要出來 是劈爆這些謊言 一起為我們反對 人工島規劃 反對一萬億的 是破壞新派 是破壞程序公義 破壞我們未來的人工館大法 大家走出來去反對 那我交給謝謝傑 這個反對人工島的道理 其實是很清楚很簡單很直接 每一個議員 每一個發言人士 已經很清楚表達 其實就是一個 就是俄青俄變的政府 不斷用一些貓哭老鼠的理由 是分化了基層和環境 這個這樣的對象 對立這個情況 去搶我們海洋公共的空間 來將海洋變成綠地 將綠地變成私有產原化 將私有產原化 繼續流限延續 這個地產和發展商的霸權 所以我們很清楚 一旦給它倒一桶沙入海 這一桶沙就等於海上的岩細胞 才會不斷去擴散 所以我們絕不能夠讓它這個方言 將我們的海洋 變成了一個有毒的腫瘤 不斷讓它去擴散 我想今天我們在這裡 和各位泛民的議員 會繼續用民意去表達 要求林鄭去接回這個方案 要求林鄭 應該叫做俄鄭 俄鄭政府 來到去 令到群眾 和這個市民去對話 我們必須要 拿回我們的 話事權 拿回我們香港 明日香港的話事權 明日香港 明日香港 我們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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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叫人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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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日香港 明日香港 我們話事 我們話事 不叫東大愚人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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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今天的行動就切結束 再次多謝大家 看見入片 全都等了 大愚人公道 幫龍 大愚人公道